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写下百花齐放这个成语 百字呢 这比较长 那么中间撇比 好 这个百字呢 他这一笔呢 一定要记住比较宽 这比较窄 上宽下窄的一个结构啊 特别注意了 而且呢 还要强调一下就是这一笔呢 比较细 这一笔呢 比较粗 比较长 这一笔呢 可以说是整个之中最重要的一笔 草字头呢 笔顺呢 就不要记错了 这笔呢 比较细 但是这里有个细节 拱起来这个细节 一定要做出来 这个竖构呢 一定要稳很多人写不好 它是直直上去的 它这收笔的时候呢 不要出现属须了 很多人会出现属须 一定要记住 内缘 外 要不要方 一定要记住了 这笔呢 是中心笔画 所有的细节 的粗细对比呢 都应该做好了 那这里的比较细 这个转折呢 都应该写不好 大家多会去练一下 这笔呢 就不用写的太太太短了 尽量的写长一点 而且呢 这里要比较凹 一定要记住 比较准 起一字 防体字 不知道 有些人知道这个字的防体字吗 在书法里面呢 也是相当常见的 好 比和纳比呢 一定要左右对称 不要说一长一短 好 这稍微顿一下笔 会比较长 这里呢 稍微拱起来 这里稍微拱起来 这笔收笔的时候比较短 这笔比较偏下一点上下关系的 整体结构呢 是比较偏长了 不要把它写到很扁了 而且特别要强调 就是这一批呢 这一批 还有这一纳呢 一定要做要左右对称 这点十分重要 那么放字呢 可以说说 整个字当中呢 最简单的一个字 但是呢 一不小心呢 又不 又会写不好 这个字 啊 所以呢 有必要呢 把它写好 这个字呢 只要呢 这一批呢 不要贴拼得太远的话 其实都没有多大问题了 这一批啊 不要写到这里来了 一定要记住 纳笔这个放字 好 那么啊 今天呢 我们对这几个字呢 我们就写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